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是說 這個不等式 它的解的話 是在這兩個區間 那麼它們AB等到什麼 首先 我們來看看 它的解釋在哪個地方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考慮這個函數 fx 等於x加5 再加多少呢 x-v 我們來看看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 函數圖形 在0點 這是戶5 那這個是v 我們先來討論那個時候 v 這個是戶5 這個是b 當你v大於戶5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個畫出來 這個函數圖形也是這樣子 這45度 然後呢 這個也是45度 這兩個是平行 那麼它把它加起來以後的圖形是什麼樣子 我們看看 分段 這裡的話 你這裡的話 就等於0加多少呢 加這一段 那這一段跟這一段是一樣 因為這45度 所以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這一點的話 就是v加多少呢 v加5 這一點是v加5 那這裡 這個一樣啊 這是0加多少 0加這一段 這一段的話呢 就這一段 這一段是v加5 所以中間這裡的話 因為這個是兩條直線 兩條直線 加起來的話 也是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 剛好是平行線 剛好是水平線 那其他地方的話 這兩條直線相加 這斜率是1 這斜率是1 加起來的話 斜率是2 所以的話呢 我把它畫出來的話 就變成這樣子 變成的 這 consciousness 是 −5 這這裡是v 這裡是v 然後的話 是這樣子 這斜率是 −2 這斜率是 −2 ——對稱的 這 interrogation 這是b加多少?b加5 剛才我們講過,這一點的高度是b加5 然後他說,他的解在哪裡呢? 他要小於14大於a 小於14的話 這個等於14 這裡的話 等於a 這個a的話,他不會低於b加5 低於1加5就沒有解 他的範圍 解的話,我就在這裡 這個的話,是他的解 他的解的話 這個是4 這裡是4 這裡多少呢? 這裡是6 還有這一段 這一段的話,小於等於-6 這是-6 這是-6 那這個的話,是多少呢? 這個是-8 好,那現在的話,我們看看 嗯... 這個會等於多少? 這個... 這個等於多少? 這一零的話 這一段長是多少呢? -6-8的話,這一段等於2 那因為他協力等於2 所以這個是等於4 這等於4 那等於4的話 那14嘛 跟這個距離要等於4的話 所以這個a等於10 14-10剛好是4 這一段是4 那a就做出來了 好,再來我們看這裡 這裡 這裡的話呢 是多少呢? 這裡是... 這裡是... 這裡是10 減掉多少呢? 10減掉b加5 那這一段的話 這一段的話 是4減b嘛 那這個比這個等於2 也就是說 這個減這個剛好是5減b嘛 那除以多少呢? 除以4減b嘛 4減b 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2啦 所以我就曉得 5減b啊 等於8減2b嘛 2b過來 v就等於多少呢? 8減5是3啦 好,那另外一種情況的話就是說 這個這種情況是說 v大於5的時候 大於5的時候 大於5的時候 那如果呢 v小於5的時候的話 那這個就顛倒過來了 那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情況的話 就是變成... 變成說 這個a當然是等於10嘛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就變成... 4減5 這個就是9啦 這個就是9啦 然後呢 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就變成... 這個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呢 這個高度的話 這個高度的話 這個會等於多少呢? 這個應該是取決類史啦 高度變成是... 負5減b啊 因為什麼呢? 就這段句語嘛 負5比b大嘛 負5減b啊 這個就變成... 負5減b啊 負5減b啊 那這裡的話 就變成... 那這裡的話就變成... 多少呢? 變成... 10喔 多少? 減掉這個值 就是... 加... v加5 那v加5是負的 好 那除以9 這個會變成... 15哦 加v 除以9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的話是等於2 這個除以這個等於2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15 V加15 等於多少呢 等於18 98 那V的話就等於多少 V的話就等於3 V就等於3 那V等於3的話就不符 V這樣算出來還是等於3 不過V等於3不符 為什麼 因為我假設V它是小於負乎 那V小負乎的話 解出來的話是等於3 所以是不符合 所以的話 V它一定要大於負乎 答案就這個 所以答案AB是等於13